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月谦 纽西兰在3月15号下午1点40分 发生了一件令人非常震惊 而且是一个悲剧 它是一个恐怖主义的攻击 在1点40分的基督城 有一座清真寺 礼拜五 特别选在礼拜五 因为那一天是他们的祈祷日 嫌犯应该讲已经是一个恐怖主义者 那么叫做塔兰特 他是澳大利亚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主义者 他准备好了很多的枪支弹药 开个车 然后到了这个清真寺 他在他的头上绑了一个摄影机 他要直接拨他怎么去屠杀这些慕斯林 不分男女老幼 他进去以后就开始不断的扫射 子弹打完了再回去去补充弹药 然后继续进行扫射 扫射完了以后 他把他的摄影机关掉 开个车到五公里外的另外一座清真寺 再开始进行另外一波的屠杀 整个总共的过程是17分钟 他在他的脸书上直播震惊了全世界 现在脸书紧急的要撤掉150万个视频 因为脸书等于是帮助他 把这种白人至上的 把这种对于穆斯林的宗教的恐怖主义的屠杀 把它传播出去 把这样的一种非常严重的仇恨 把它传播出去 现在脸书在紧急的下降 但是它已经传播出去了 这样的一个悲剧 我们首先观察到 欧美的很多国家 他们的媒体里面 他们把它称之为这种暴力攻击 极端主义者或是偏激者的一个攻击 他们没有把它定位为恐怖主义的攻击 这个部分在欧美有一些媒体 有一些独立的撞稿人 他们觉得这样是带有偏见的 如果今天是一个穆斯林 在英国的伦敦大桥 开个车去撞人 撞行人 当时英国的媒体 欧洲的媒体 美国的媒体 会在第一时间就定性为恐怖主义的攻击 因为那是穆斯林杀英国人 所以是恐怖主义的攻击 但是这一位基督徒 白人的这个至上主义者 种族的偏侠主义者 他对于穆斯林造成了这样大的屠杀 他们竟然犹豫不决 没有把它定位为恐怖主义的攻击 当然如果在学术上严格的恐怖主义的攻击 我们会先定性为 它是为了政治目的 因为当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中东地区的国家 过去被欧洲人 被英国人 法国人所殖民的这些中东地区的国家 纷纷的寻求独立 他们要求这些殖民国都应该离开 英国法国不肯离开 在这个地方也爆发了一些冲突 后来美国人也进来了 所以美国人现在控制了这块地盘 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 这些人他们希望欧美人 撤离这些地方 不应该再去掠夺他们的资源 但是他们打不过欧美人的 精良的武器跟装备 所以他们采用恐怖主义的攻击 那么针对性的 对于这些欧美的国家的 平民百姓进行屠杀 我们深深的不以为人 我们觉得这样的恐怖主义者太不应该了 但是他们很明白的 是为了政治的目的 可是今天发生在这个澳大利亚籍的 他能够他本身却是用宗教的 种族的白人至上的 就对于穆斯林进行这样的大规模的屠杀 不是政治目的 是偏小的种族主义者 偏小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偏小的宗教主义者 那么破坏这些宗教 进行了这样的大的屠杀 我个人的推断 这样的一个悲剧发生以后 他就像潘朵拉的盒子被掀开了 因为这样的一种无差别的 这样的一种带有宗教仇恨的 这种大屠杀 已经把恐怖主义的政治目的 把它转变直了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未来在很多的教堂 在很多美国的 欧洲的 澳大利亚的 纽西兰的很多教堂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加强保安 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们很担心的 他就像一种瘟疫一样 有更多的另外的一些偏狭的 极端的穆斯林 他们开始对于基督徒 进行这样的那样的屠杀 像瘟疫一样到处的蔓延 然后再有一次的屠杀 可能又激起那些白人之上主义的 这些恐怖主义者 再对于穆斯林进行屠杀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瘟疫 如果一直蔓延下去 人类怎么样才能够寻求和平 人类有哪个地方才是安全的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们看到纽西兰的总理 他把头巾戴上去了 他代表他站在穆斯林受害者的这边 我觉得他这样的处理是正确的 我们应该大家想方设法努力的 把这种种族的歧视 宗教的歧视 文化的歧视 把各种政治上的掠夺的行为 那么都应该要限制 都应该要想办法去除 给这个人类 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公平正义跟和平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来月前的 我在无设决心 打工资讯